Mr. Kock,现在感觉好吗? 好,请进行 不好意思 我会继续从哪里离开 我父亲在十年前就退休了 然后在五年后就患上了失智症 当时家里人没有人察觉到 他开始忘记东西 母亲交付的事情 他总会重复提问多次 但还是会弄错 脾气也跟着变得越来越暴躁 那时我们都一直都在安慰了他 也安慰自己说 他变老了 变老了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字一直和老配在一起 这个字就是衰 衰老 这个词组会让我们对于老化这个过程 常常有一种很负面的心态 衰这个字我们可以联想到 衰弱衰退衰炎衰哭 衰好衰减衰病 用一句福建话来说 就是衰啊 许多人都不愿意去思考 从老化至死亡 这段生命的历程 或许你会想着退休的生活 或许你也会开始做一些财务的规划 但是要你真的去了解老化的过程 大家都会避而远之 我们其实应该很早要学习一个事实 生老病死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但是我们不可以只关注于如何生 也要好好地了解老化和死亡的过程 我们必须能够接受到 健康的身躯总是会退化 敏锐的思考也会变顿 以前可以毫无负担做的事 现在做起来可能会力不从心 当你发现连柳扣都扣不好 走路需要别人来残服 想上厕所方便 已经不方便的时候 那最可能还让你羞耻的时候 那就是最后你可能还要穿上妙裤 种种的不便 种种的状况 让本来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 本来有着工作 有着生命意义 有着理想 他的意志慢慢地被消磨 也慢慢地 无法有尊严地面对他人 面对自己 也渐渐地觉得无助 害怕和孤独 回想起我父亲那时候的脾气暴躁 我就觉得作为他的孩子 我没有察觉到他的无助 恐惧和孤独 这个过程让我有两个反思 第一 如果我们对老化和临终这个过程 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可能就能帮助我们身边的老人家 一起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社会应该开始关注 并学习怎么让个人和社群 接受和预备这个过程 为什么这个社会一直都是在庆生 庆祝生日 庆祝孩子的诞生 却不重视老化和死亡的过程呢 人的基本存在 不是在于你创造了多少的财物 而是一个人从生到死 每个阶段都有他的尊严 第二点反思 回想我父亲的心愿 我就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并不很亲密 如果我和我的父亲的关系比较好 可能我更早就会看到问题了 这几年通过我的创作 我和许多年长人接触 我大概可以把它们分成三大类 和家属有着很好关系的 和家属的关系很不好的 或者没有任何的家属 在这当中 如果他们还有亲朋 一些亲戚跟好友的话 他们还有一些扶持的可能性 但是后者 后两者就是和家属关系不好 和家属没有任何关系 后两者的老年生活 总是非常的不满 有一次我们办了一个讲座 跟遗嘱有关系的讲座 那时候很多老人家都争先的恐后 要那个律师给他们很多的意见 后来每次问的问题 都是这么简单 律师先生 我这样分配财产 你说好不好 那个律师很纳闷 怎么让我来觉得好还是不好呢 后来经过多番的讨论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每个 他一直在分财产的时候 一直在担心 会让他的家人会觉得很不公平 其实在这背底以后 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 他们家里的关系都还没有搞好 就开始去处理这个问题了 我访问过一个来自菲律宾的护士 他说当他来到新加坡工作时 他不明白一件事情 在新加坡 家里的老人生病时 需要长期的照顾 这里的人第一个想法 总是想着如何找雇佣来帮忙照料 在他自己的家乡里 亲戚里头总会有一个人 毛税之间来负责照料这位老人家 而其他的亲戚会一起负责 这个毛税之间老人亲戚的生活费 这个分享让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 这老人家不会感到害怕 因为他知道他身旁的人 和他有着亲密关系的人 会照料着他 会扶持并协助他走过这个过程 很多人会说在新加坡这样子做 很不容易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家庭结构 很多都是小康之家 没有太多的兄弟姐妹 一起承担这样的看护 再加上生活的压力 工作太忙 所以最后就只能靠雇佣了 我也常看到看护这些年长者的看护者 也是和他年纪相弱的伴侣 你可以想象吗 一个年长者 一个年长看护者 正在看护着另外一个 由另外一个年长者在看护着 我的母亲也是常常这样跟我说 她一直觉得 她会成为孩子的拖累 也不想父亲成为我们的拖累 可是照料着父亲 她照料着父亲 其实有着雇佣的帮忙 父亲在这三年来 瘦了大约十公斤 看护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 也很多时候吃力不讨好 但是有很多人 在没有能力聘请雇佣 还得一边工作一边帮忙看护 看医生就可能花上了一整天 医药费 交通费等等 长期的看护 有没有足够的休息 只能让看护者的心理健康 备受影响 这些种种的压力 不只会影响看护的人 他身边的人 他的家人 也因此也会受影响 刚才我听了蛮多的国会同僚 他们有做了一些建议 而这些都是我自己也非常认同的 在这里头 有两个东西 我当然也希望政府可以考虑 帮助减轻看护者的负担 一 立法保障看护者 可以获得有心看护假期 这样也可以让看护者 多花点时间来陪伴他的亲人 二 令立法让家里 有需要看护的年长的工作人士 可以获得所得税的回口 其实我蛮担心 年轻人是否懂得如何看护老人家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家长 自己都不亲自看护自己的孩子 而把看护的工作 交给长辈或雇佣 但是看护你的亲人 你会获得许多的快乐 我记得第一次帮我的父亲换帽片 帮他洗澡 这个过程给我极大的一种非常深刻的体悟 这些亲密的接触 让我第一手可以了解 他在生病和衰落的过程当中 身体所经历的种种变化 我通过陪他去看医生 在医院看着他 伴着他 在为他吃饭的过程 我终于把我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 我们的关系变了 以前的父亲不太对我言笑 现在他每每看到我 就只会对我笑 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换位思考 我深刻明白了什么叫同理 因为当你要看护一个人 陪伴一个老人家 你要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要让年长者过得要有尊严 我们需要营造一个 让年长者安心的环境 要营造这个环境 恐怕就要从我们自己先开始 在这边讲稿时 我一直在想着马志远的词 孤藤老树昏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生命的旅程 来到了深秋之际 真的需要那么的销涩凄苦吗 谢谢